的研發速度 日本將在2020年 在東京舉辦夏季奧運 為了要展現汽車強國態勢 他們現在開始積極研發的是 無人計程車 不過呢 其他的汽車大廠 也開始磨刀獲獲 要來研發自動駕駛技術 手邊放在方向盤上頭 車子就會自己移動 讓開車變得可以一心多用 自動駕駛技術 成為許多車廠的未來丁基姆 大家紛紛搶劲 比起自動駕駛技術 馬自打要追求更高安全的駕車體驗 不過攤開日本車商的自駕車 發展進度來看 日產汽車最新推出 搭載自動駕駛系統的車款 為日本首創 豐田在2015年宣布 計畫投入100億美元的資金 研發適用於自動駕駛車的人工智慧技術 本地汽車漢打成功在加州 進行自駕車的上路測試 銀色科技未來感十足流線外形 車內更是全觸控螢幕 乘客可以透過簡單的揮手 還有眼神轉動 就可以控制車子的一舉一動 不只日本車廠要搶進 就連歐洲車商也已經準備好 科技大廠也想分一杯羹 而根據研究統計 無人駕駛汽車在2035年 銷售量將會達到2100萬台 誰能搶得先機就能拿下商機 三零新文 珍選一富民權 日本光道 採訪報導 pronto 這個 就算了